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咱们讲解第三节 剪纸的制作工具及制作步骤 剪纸的工具较为简单 主要工具是纸张、剪刀和刻刀 剪刀是剪纸的主要工具 选择比较简单 比较轻巧、刀尖比较细一些的 松紧适度 刀尖齐刀润快的就更为适宜一些 剋刀是剋纸的主要工具 主要是斜尖刀和圆口刀两种 纸张是剪纸的基本材料 纸张选择得好 能为剪客带来很多方便 单色剪纸一般选用普通大红纸 或精染色后的宣纸 效果大方、喜庆 剪出的成品传统味道浓 也可用辣光纸或绒面纸代替 如果因纸面滑容易走样 中间可加上一张吸水纸 如单轩纸、粉帘纸 然后钉在一起 稍加焖槽再刻 彩色剪纸一般采用单轩或粉帘纸 下边再介绍一下剪纸的制作步骤 对于初学的同学来说 了解一下剪纸的制作步骤 是非常有益的 第一步呢 起稿 构思确定后 起稿布局 对画面进行具体的描绘 画出黑白效果 若刻对称的稿子 画一半就可以了 第二步 剪、刻 如果用刀子刻 须将画面和纸用钉书机钉好 将四角固定在腊盘上 为了保证形象的准确 人物先刻五官部分 花鸟先刻细部或紧要处 再由中心慢慢向四周刻 刀的顺序如同写字一样 由上到下 由左到右 由小到大 由细到粗 由局部到整体 尽量避免重复刀 不要的部位必须刻断 不能用手来撕哦 第三步 接离 剪刻完毕后 需要把剪纸一张张揭开 电光纸 绒面纸 因为纸面光滑 比较容易揭开 单轩纸和粉帘纸 因纸质轻薄 又经焖槽和上色 容易互相粘连 较难揭开 所以在接离之前 必须先将刻好的纸板 轻轻揉动 使纸张互相脱离 然后先将第一张纸角 轻轻揭起 一边揭一边用嘴催 帮助揭开 第四步 粘贴 接离完毕后 还需要把成品粘贴起来 便于保存 方法有两种 第一是把剪纸瓶 放在托纸上 用毛笔或细木条 粘酱糊 油里向外 一点点粘住 这种方法 不能使剪纸全部粘平 速度也比较慢 优点是比较简便 第二 是把剪纸反过来 平放在纸上 然后用排笔 粘调稀了的酱糊 轻轻地平刷在 要脱的纸上 注意不要把纸 刷皱起来 刷子上的酱糊 一定要少 然后很快地 把刷好酱糊的这一面 扣合在剪纸的背面 用手轻轻压平 使剪纸全部平粘在脱纸上 轻轻揭起 晾干夹平保存 年纪除酱糊外 白乳胶也是可以的 第五步 成品修改 在剪刻时 有时会走刀剪坏 特别是刻纸 如小面积刻坏 可以把局部刻去 补上一块重新刻 彩色剪纸染错了 是不能覆盖的 所以也只好将染坏部位 刻去 重新补上一块再染 第六步 复制 熏样 晒样 复制的方法有两种 一是将剪纸样 放在白纸上 一起平放在水中 带水浸透纸面 而又不含水珠时 将刻纸和白纸同时拉出水面 贴在木板上 然后将纸朝下 放在油灯上针 但不要离灯头太近 以免烧焦 如果需要多量制作 可以采取塞兰图的方法 把原稿和刷好一层药液 这个药液是赤血盐和水的溶液 用这个白纸粘合在一起 用两块玻璃夹紧 放在阳光下 晒三到四个小时 待显影后 再用清水洗净纸上的药液 便可以复制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本次的课程内容 对同学们有帮助